框線的設定 比如說你做出之後 你想要列印出去之前 你會先加上框線 可是 怎麼加框線 Demo一下 不外乎就是這樣 假設我要針對這個範圍 我要先輸出之前 那加框線不外乎啦 比較簡單的 第一個 他預設 如果你用預覽列印來看 他預設的框線是沒有的 所以你印出來是沒有框線 那你的需求不外乎就是 加實線 所以呢 怎麼樣 這個後面 我們總共會有四個 四個SAP 四個 這個程序 教各位怎麼樣去加上框線 那框線的話有實線有虛線 很多種樣式 那怎麼樣加實線 OK 那加實線的話 我是加A1到G7這個範圍 OK 那怎麼樣 除了加實線之外 我如果不要實線 我要紅色的可不可以啊 紅色的 OK 那你想說 老師我不要紅色 我要紅色的那個線 幫我加粗一點好了 幫我加印出來 線條不明顯 OK 好 那最後呢 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 我要把那個線條給移除掉 清除框線 那這個地方的話 大概就有這四個動作 那要怎麼樣 這樣針對框線 就是你要設定的範圍 去加上框線 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剛剛有用到 其實是Bolder 那Bolder剛剛用到的部分 主要是在那個 C的部分 所以ABC 這邊有個Bolder 點Color對不對 實際上就這個東西 那可是問題 我們是針對某一個儲存格 去做框線 那你可是問題現在不是啊 我現在是一個範圍 所以特別注意喔 其實喔 你只要把前面這個東西 改成範圍就可以了 那範圍的物件名稱 就Range 那Range 刮戶裡面 你給雙引號 A1 冒號 有沒有 G7 有沒有 就敘述方式 就是A1冒號 G7 記得前後要加雙引號 點 Bolder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 程式如果你這個會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樣針對 A1到G7 好了 假設 那實際上就一行程式 插入一個什麼呢 程序 程序名稱我叫做加框線 底線實線 按確定 上面這個是註解 這個主要是給各位參考 理論上其實就一行而已啦 就是 這樣一行 撰寫的方式就是 Range 有沒有 這個Range是另外一個物件喔 剛剛是Sales物件 Sales物件是一個儲存格 所以如果你將來 當然你 一個一個儲存格慢慢處理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不過太浪費時間了 一般都是 給他一個範圍 那範圍你就給他 Range OK 刮虎喔 後面的話你給他一個範圍 那範圍的話就是 A1 到G7 前後記得加雙以後 點Border 這個特別注意喔 他有個屬性 點 其實 不過你會發現 Range跟Sales 不太一樣的地方是Range後面刮虎 點下去還是會有 那Sales不會有 OK Border 打一個B Border就出來了 點 剛剛是Color對不對 不過這個地方不是Color 我要的是什麼 一個實線 實線的話 這個屬性叫Light Light的Style 就是線條的樣式 等於什麼呢 當然線條樣式 如果你們用那個 這個地方 你可以選取這個 類似像這樣 選去範圍裡面 在常用裡面這邊就會有一個框線 對不對 其他 那 樣式就這個LightStyle 有這麼多種 其中如果你要實線的話 是這個 當然有出題來 這麼多對不對 那可是在VBA裡面怎麼實線 其實非常簡單 特別注意就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在LightStyle 可是後面東西你不會加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記得 在LightStyle上面按一個F1 其實有的時候 他就會讓你去查詢 他會跳出什麼 你是要查那個Border LightStyle的屬性 你就試 點下他 裡面的話呢 這邊就會有個什麼 LightStyle 而且有個超連結 請你點擊這個超連結 裡面就告訴你什麼 連續線 就是這個參數 虛線 就是這個參數 所以我剛剛有一些註解 實際上就是把這個啦 因為有時候我想說 這些都先幫我拿下來好了 那我把它複製之後 我想要先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邊以後呢 我可以參考 所以我把它貼上 但是貼上之後你會發現 不對呀 這個地方怎麼變紅色 因為 這些東西他看不懂 那一般我習慣按這個鍵 再把它怎麼樣 變成註解 所以註解 在哪邊啊 其實這邊有個 按右鍵 編輯 其實理論上 他會浮在 出來 把它放上去 他這邊有一個就是什麼 使程式 變為註解 註解 也就是說 我要參考 但是 我要放在裡面啊 不執行的話 其實你可以按下他 他會自動幫你把這底下 前面都加上 一個 單引號 哎 你就把它放著 他不會執行 但是你可以參考 這一招其實還蠻不錯的 那如果說你將來 LightStyle 後面要一個 實現的話 那你就把這個 參數 拿來用就可以 按 OK 這樣子的話呢 他就會幫我把這個範圍 格式化成一個實現 OK 老師我不要我家改成虛線 可不可以 很簡單嘛 你就把這個拉過來 把這個換掉 再執行一下 虛線就出來了 那還有什麼 交替虛線 語點 什麼什麼一堆 沒問題可以自己家換換看 反正就這些 我剛剛做的方法就是 按個F1 點擊他 其實裡面都會有相關的參考 就這些 所以官方的相關的參考 其實已經寫得很清楚 你就照著做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個 如何加上什麼 加上 我這邊是 實現 不要虛線 實現 實現就這一個 把這個 參數 拿到後面 給他 他就知道說 幫你格式化 LightStyle變成連續線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說我希望 不是只有實現 而加顏色 加顏色很簡單 就是在 把上面這個程序 複製貼過來 後面加個紅色 那並且再加上多一行 就剛剛講過的 點color就可以了 紅色的話就 RGB 這個應該跟前面是一樣 差別只是說 前面的部分是針對 一個儲存格 現在是一個範圍 OK 所以把它執行 他除了會給 實現之外 還會給紅色的 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 除了顏色之外 我還要是 出線條 那出線條的話 實際上就把這個程序再複製 貼上 再多 打 好